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仑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静恩 首先关注来马工作两周的印尼女佣 申诉被雇主折磨 因此投奔印尼驻新山领事馆 求助领事让她回国 这起事件出现大反转 新山南区警区主任拉雾昨晚发文告 郑重否认这名印尼女子 不获雇主善待的说辞 她说这名印尼女子的雇主向警方投报 指她携带雇主的现金和贵重物品逃跑了 而警方正在寻找嫌犯下落以注查此案 根据警方调查 这名女佣是于7月17日上午11时21分 逃离雇主位于新山彩虹花园的住家 逃跑时戴着蓝色购物袋 当时身穿黑黄线条相间的T恤和红色裤子 当时她是爬越前门的篱笆离开的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81偷窃条文调查 不过印尼驻新山领事馆 昨天授寻时表示 他们已经在本月18日下午 安排这名印尼女佣从新山四多郎杜伦码头返回印尼的巴旦岛 警方呼吁拥有这名印尼女子资料的民众联系警方或查案官 接下来关注即将于本月27日至30日 在淡杯安沙纳广场空地举行的2023年柔博房屋展 届时会有超过50个发展商参展 超过3万间各类型房屋供选择 柔州房屋及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拿渡加弗尼说 这场房屋展将会照顾到B40、M40和T20群体的需求 参展的房产包括全柔26个可负担房屋项目 价格低于15万令吉的单位共有5363个 还有位于地南和百万镇的人民组屋有1100个单位 位于甘巴市、古来太子城和伊斯干达公主城的 柔佛民族过渡期房屋也有408个单位 现场也有超过1万个自由市场的房产单位 2023年柔佛房屋展共有约70个展摊 包括50多家房地产、13家政府机构和8家金融机构的一站式服务 为访客提供便利的咨询服务 接下来关注一宗毒品案 贩毒集团将住宅充作毒品仓库 并将毒品分装至各类的茶叶和集容茶的包装袋 企图掩人耳目准备流入本地娱乐场所 柔佛州毒品罪案调查组本月17日在居栏展开三场的扫荡行动 一共缉拿4名年龄介于22至30岁的嫌犯 其中一人相信就是策划者 警方供起货总值超过400万令吉的毒品 这个贩毒集团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活跃运作 警方充公的毒品分量可供于20万试毒者吸食 而柔佛州总警长卡玛鲁查曼说 警方也在行动中充公6辆轿车、金氏和现金 4名嫌犯从本月18至24日延扣7天 警方援引贩毒条文调查最终案件 最后要为新州人会员送来福利了 由本报主办柔佛英格医院赞助的癌症解码 跨过去活过来健康讲座 将于7月22日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 在新山Holiday Villa Jorobaru举行 入场免费机会难得 此次的讲座将由泌尿科顾问沈顺鹏医生 和妇产及妇科肿瘤科顾问罗光生医生 带领大家磨清癌症底细 不再受威胁 有兴趣的民众只需点击贴文中的网站链接 或扫描荧幕中的二维码就能够报名参与 我们到时间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洲日报 新洲网